日本作为唯一一个受过核打击的国家 可以承受得了多少枚东风41呢? 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 首先,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的核打击历史 1945年,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这枚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约1.5万吨TNT炸药 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 而东风41洲际导弹是中国最先进的战略核武器之一 其最大射程可达1.4万公里 可携带多枚分岛式核弹头 那么,日本能扛住多少枚东风41的打击呢? 从东风41的威力来看 即使日本能够承受5枚东风41的打击 也难以抵挡其强大的攻击力 因为分岛式核弹头可以分别攻击不同的目标 一枚就相当于能同时攻击10个目标 5枚导弹就是50个目标 拦截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,美国也计划打造超强核弹头 威力是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原子弹的24倍 这一计划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担忧 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核武器潜力 但我们也呼吁各国应继续通过国际合作 促进国际穿透力和协作能力